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代人能够活过七八十的人都少之又少 更何况是拥有后宫压力三千的皇帝们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活到最长的五个皇帝 最高活到八十九 仅在位六十年 第一个自然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从父亲雍正手里接过权力之后 清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巅峰 但同样的也因为他的奢侈 让清朝开始造了下坡路 年轻的时候重用人才 精炼军队 整顿边关 甚至调打沙俄和免军 也许是晚年的时候 过于享受 活到了八十九岁 在位虽然六十年 但嘉庆上台后 实际权力还在乾隆手里 直到三年后才放权给嘉庆 第二个是萧衍 作为萧和的后人 萧衍可谓是最出色的那一个 曾跟随其名的抵御北 一步步建立自己的战功 在军队有了自己的威信和阵营 直到中兴二年 萧衍自认可以取而代之 颠蔽或萧宝中禅位 建立南梁朝 刚开始的治理严明 国家百废待兴 只可惜晚年沉迷火轿 无形管理政务 后来为了争夺皇位 爆发了侯景之乱 萧衍活活被饿死 但也活到了八十六岁 第三个是武则天 所谓中国第一位女帝 在理智首里接过统治权 将唐朝发展得愈来愈繁荣 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广开掩路 扶持盘门子弟 开创科举 任人为贤 各项举措都可以称得上明君 只可惜武则天 仅在魏十五年 就把权力归还给李家 自己活到八十二残王 第四个是赵构 在靖康支持之后 赵构在南京登基为敌 开创南总 虽然书法不错 但魏帝过于软弱 不但不奋发图强 反抗金人 却重用秦贵这种坚定小人 彼此岳飞等英雄 虽说如此 但活得完 挺久 直到八十一岁才驾崩 只长南宋三十六年 第五个是忽必烈 成吉思汗的孙子 深得他的喜爱 忽必烈继承成成吉思汗的遗志 笼络大批有才能的汉人 为了蒙古入主中原 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南宋旧史结束在他的手里 虽然是蒙古人 但粮史就寄 重用汉人 深得百姓爱戴 也曾三次挥师觅日本 只可惜因不如海上作战 失败而归 享年八十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